接下來方辰老師要介紹的是第五 第1 他說log8.05大概是這麼多 8.06大概是這麼多 那如果x啊 logx等於-2加上0.9060 問題x等於多少 好 大概多少 求到小處第五位 這個0.9060是不是介在9058到9063之間 對不對 他這個是介在他們之間 那現在是要求x 不過當然有一個多一個手數 那我們先不要求有手數的 我們先看看誰等於這個 例如有一個logx± 他是等於0.9060 然後我們先把x±求出來 然後再去算x 好 再去算x 好 那x±要怎麼算 一樣嘛 x±就等於xy加上Δs 那x±是誰 logx±就是這裡 logx±就會等於0.9060 所以這個是 y1 y2 這個就是y± 那這個 x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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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他的比例乘上兩個x相減 好 他的比例就是這個所佔的比例 他跟他相減多少 2 他跟他相減 5 所以是5分之2 可以嗎 這就5分之2 可以嗎 好 就是0.00 0.000 0.0002 0.0002 所以這個相減出來 比例就是5分之2 那這個呢 就兩個x相減 今天是9x 所以x2-x1 多少 0.01 8.06-8.05 就是0.01 好 那這個是0.4 0.04 0.4在兩個小數 那就是0.004 變成上位小數 0.004 所以加起來 8.054 8.054 可以嗎 8.054 好 那我們要求的是x 那logx呢 就會等於-2加上 這個0.9060大概就是 這個logx± 所以logx±已經算出來是 8.054 可以嗎 因為這個大概是這麼多 那這個x±算也算是這麼多 但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會等於log多少 這個是10的-2嘛 10的-2乘上8.054 所以x±就是這個 所以x±就是這一個 可以嗎 所以x±就等於 10的-2乘上8.054 大概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 0.0854 08050都可以 08050 剛好到小數第五位 會剛好 那就好 不用試試